不會掉下來對不對 那剛剛是不是要把那個卡片稍微折一下 這個不用 去看看 我有另外一招 慢慢的放進來 嘿嘿 一樣掉下去了 歡迎來到魔術玩家 這是一個有趣的知識性的魔術頻道 好 現在呢 又到我們這個開箱有獎真打送好禮的時候 那現在呢 這次要來送這一本書 科學魔術 科學魔術 那有一陣子很流行的 把魔術裡面呢 跟科學結合在一起 所以如果你的課程跟科學有關的話 這個其實是還蠻實用的 那裡面呢 有教了很多圖文並茂 大概會用到一些科學的原理 那裡面有教了一個 我來 表演一下 好不好 需要一個硬幣 十塊錢的硬幣 然後呢 在一張卡片上面打一個洞 那這個洞呢 實際上要比這個十塊錢要小 那這個遊戲是什麼 就是你把十塊錢這樣放進去 它會掉下來嗎 不會啊卡住了 因為呢 洞口比較小 硬幣比較大 所以呢 你這樣放進去 看一下 洞口比較小 所以它不會掉下來 什麼方法呢 可以不破壞它 然後呢 一樣讓這個硬幣掉下來 這個可以思考 上一次呢 那個 有一次魔術展啊 魔術展 在科工館 它就有送這個東西 給民眾 去體驗 欸 怎麼讓硬幣掉下來 好 注意看啊 欸我要不要講答案啊 還是你們先思考一下 先不要看答案 好啦我還是講一下 那你有空 你可以自己做一個 你不一定要用撲克盤啊 用一張卡片也可以 欸 它不會掉下來 出去看啊 這樣就掉下來 欸很奇怪吧 有嗎 有很奇怪嗎 有啊 有嗎 再看一次 這個 洞口是比較小的 好 如果你這樣 你這樣拉 你這樣拉 跑不出來對不對 你就這樣子 這樣子 很輕鬆的 掉下 這是書上寫的啦 好 好 利用這個 呃 利用這個什麼原理啊 我講不出這什麼原理 我講不出這什麼原理 就這個 好 五 欸 五百元硬幣 怎麼會有五百元硬幣啊 所以這一本不是台灣的對不對 他沒有寫錯吧 五百元硬幣耶 怎麼會有五百元硬幣 是日幣嗎 對 日幣 日幣嗎 五百元硬幣可以穿過 欸那所以這一本是翻譯的囉 日幣吧 好 就是這樣子 然後彎曲他就掉下來了 好 可是我有另外一招 我有另外一招 出去看啦 不用彎曲 不用彎曲 把牌稍微折好一點 我有另外一招啊 這一招呢是 很久以前學的啦 啊 他不會掉下來對不對 那剛剛 剛剛是不是要把那個 那個卡片稍微折一下 這個不用 出去看看啊 我有另外一招 慢慢的放進來 嘿嘿 一樣掉下去了 這一招也不錯啊 好 再試一次 欸你要不要自己想一下 不要 不要 學魔術 就是要動動拿 不要想 啊 再來一次啊 出去看啊 慢慢的壓進來 壓進來 壓進來啊 壓進 喔 我知道了 呵呵 知道了喔 這魔術不能重複變兩次對不對 還是我第二次變得不好 可是我第二次變得不好嗎 不是啊 我是仔細看的啦 喔 對啦 所以你第二次有仔細看就對了 好吧 好吧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喔 放進來喔 有 有時候是要很用力的啦 這樣馬上瞬間呢 推下去啊 它會掉下去 好 喔 有沒有 有看出那個方法嗎 有看出來了 欸 怎麼那麼聰明 我還沒有講 好 那我這次要講方法了 好不好 其實呢 它這個卡片呢 這邊有切一條縫 切個縫 好 剛好在這個 框框這裡 框框這裡 切一條縫 好 接下來 對著 然後呢 把它放進來 這裡 放著吧 對不對 然後呢 用力 給它壓下去 好 注意看喔 1 2 3 不要歪掉了 剛剛有點歪掉了 好 給它 推下去 推下去 好 這個是 硬幣 欸 剛剛那個叫什麼名字啊 500元的硬幣可以穿越 這個 比較小的洞口 這個 欸 隨便啦 好 好 那我們 好 那我們要回答一個問題喔 魔術玩家 對不對 留言四個字 魔術玩家 然後再加上 我剛剛用的撲克牌 硬幣穿撲克牌 是用什麼圖案跟花色的 好 什麼圖案跟花色 好 那 記得 我們呢 15個有效留言呢 會 抽 一個名額 送你這一本 科學魔術 也許你沒有玩科學 但是沒有關係 以後也許會用到 這很難講 好 就這樣啊 記得邀約好朋友 一起來抽獎 謝謝 謝謝